本期看点 九位家庭背景 成长环境迥然不同的少年 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想 组成冉冉升起的少年天团 我之前没有学过唱歌 也没有学过跳舞 什么都没学过 然后就来了 而且学的是美术 根本跟这一行 其实没有多大的联系 步入演艺圈 光环闪耀的明星生活 与他们的想象 又有着怎样的差距 当你真的进入这一行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这些并不是表面上 看了那么的光鲜亮丽 因为我当时想象过 做艺人会很累 但是没有想象过 会这么累 X9少年团的追梦之路 新闻当事人正在播出 X9少年团由吴嘉诚 肖战 彭楚乐 赵磊 陈泽西 夏之光 谷嘉诚 谷嘉诚 郭子凡 燕许家 九位少年组成 X代表未知和无限可能 九位少年个性鲜明 在歌唱 综艺 戏剧等方面各有所长 4月2号晚 X9少年团出道的首场演唱会 以己之名 在上海大舞台上演 向歌迷交出成绩单 我们发起了一个 X9洲际漂流计划 听说已经回到我们手中了 是吗 是了 经过了七十天 十个漂流站 大家把一张张白纸写满了 满满的爱 最好的未来 是我一抬头 就能看见你们笑 相约我们的十年 十年太遥远 而对于出道才半年的 X9少年团来说 这么快就能开万人演唱会 无疑是幸运的 除了自身的才艺 许多来到现场的歌迷 大部分从他们在综艺选秀时 就已经开始追随了 跟选秀时各自为战不同的是 这场公开售票的演唱会 要让大家看到他们作为 团体组合的成长和付出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春的北京 寒风细雨 离演唱会只有不到三天时间 在舞蹈教室里 X9的成员们正在加紧练习 大家也在期待 出道后的第一次演唱会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紧张比较多 因为数了一下 离排练的时间不到三天 所以我刚刚还跟我的经纪人说 好紧张啊 姐 我就说 因为当时在拍东西的时候 自己在练嘛 然后一个动作就一直重复 都做不好的时候 那种心情是 想起一个后怕的感觉 怕自己表现不好 怕令大家失望 这些天平均每天从早上10点开始 到晚上11点多 可能还有去录音 录音一般是凌晨两点接触 来自广东台州的吴嘉诚 是X9组合的两位队长之一 与他跳舞的名叫谷嘉诚 来自云南昆明 因为名字发音相同 两人被大家称为嘉诚兄弟 对大学音乐科班出身的 吴嘉诚来说 唱歌跳舞并不算太困难的项目 而英语系毕业的谷嘉诚 他在跳舞这一项 则需要加倍练习 更何况这是一曲 稍有难度的tango 其实之前看荧幕上 或者电视上 大家特别光鲜 特别亮丽 大家都很帅 很好看 只看到了这一表面 但是没有看到 可能舞台上那 可能一两个小时 但之前可能一两个月 付出的辛苦 付出的汗水 因为当时我之前没有学过唱歌 也没有学过跳舞 什么都没学过 然后就来了 来了之后 每天训练强度特别大 然后你必须去 还不能不去 它是硬性的一个要求 因为你为了上节目 或者是要有节目效果 而且又没有基础 你每天都必须训练 然后我就在想 我这样做 因为我其他朋友 都已经可能有工作 或者是什么 我就想 大家都在玩 那我为什么现在要这样 这么辛苦 但当时有想过要退出 在加入X9之前 古嘉诚已经拿到了 美国大学的研究生 录取通知书 拳逢再三 他选择了现在这条道路 而真正入行之后 古嘉诚才明白 艺人究竟是一位 什么样的职业 可能之前会觉得 这个行业可能还是挺轻松的 然后可能 大家都穿得很好看 打扮得很时尚 让大家都粉丝尖叫 特别好 但就忽略了 其实背后付出的东西 其实很多 但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其实选择的这个行业 其实也并不后悔 当大家认识嘉诚兄弟的时候 我们就是跳着Tango 我觉得这个编排 可能是勾起大家的回忆 同时也是让大家验证 我们这一路以来 有没有进步 所以压力还是很大 因为加了以前很多东西 因为以前 说实话 我们是白纸 两张白纸拼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给观众会有新鲜感 从团体筹备以及出道的各种细节来看 X9借鉴了东亚偶像团体的练习生制度 X9出道的情况也是如此 出道时 出道时千世连续放出各种预告宣布出道 再打歌 X9出道前九个成员也都有陆续放出个人版预告 出道主打歌曲 以己之名 则在网络平台付费听歌 虽然国内没有专业的打歌节目 但以己之名在音乐平台上实现了队内音乐打榜 目前数据来看 吴嘉诚在队内榜单上领先 走红的背后 这群年轻人也在面临着角色变化的适应期 很想休息 但是大家为了去祝贺你 或者说想去见你一面 平均每 平均每十 不能说每分钟 但平时十分钟都会有人想来我们家跟我照相 一开始可能会来来来 可能过了一会儿 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情绪 我说这不是我想象中那样那么开心 因为我想休息 我当时说我终于完成了我梦想的一部分 但是这好像让我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那会儿就觉得有点崩溃 因为我当时想象过做艺人会很累 但是没有想象过会这么累 对是这点是真的 因为其实有时候 你不仅要去顾及你在公众上的形象 你还要去顾及你的异能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提高自己 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真的竞争压力很大 如果你只是靠着你的形象 你的外观 特别说我眼睛还这么小 所以对我来说实力会更加重要一点 所以我觉得压力和那个是蛮大的 长沙男孩陈泽西是街舞高手 也是X9的舞技担当 两年前正在加拿大念大学的他 回国参加了当时的选秀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就是一直从大学毕业后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就坐着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也就是站在舞台上面 然后从比赛到现在 我们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舞台 然后这次是我们的第一个真正的专场的舞台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慢慢的一个梦 从萌芽到真正的花芽那种 那种感觉 真的就是美梦成真 梦想曾经的路上没有捷径 是一次次舞蹈课程的反复练习 是声乐课上的一个又一个音符的反复传 X9团队中有陈泽熙和武嘉诚这样艺术科班出身的队员 也有肖战这样从普通的文艺积极分子 转战职业赛场的半路出家选手 来说一下前面 从头到尾捋一下 小月那个地方 不流汗也不发动 那个汗是中音 你把它发生 所以当我在上学的时候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纯路人的时候 是一个学生 而且学的是美术 根本跟这一行其实没有多大的联系 然后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很光鲜 觉得明星嘛 当你真的进入这一行之后 你就会觉得 好像其实也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的光鲜亮丽 私底下其实还是要付出很多的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私下可以去玩的时间 或者说是回家的时间 见父母的时间 见朋友的时间 其实会很少 特别是我没有学过跳舞 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中间其实有 有一次有想过说 我在干什么 就是有质疑过自己 是在训练营的时候 在我们正式节目开播之前 其实我们已经经过层层的选拔了 在训练营第一次压腿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没有跳过舞 也没有压过筋 也没有压过腿 然后那个时候23岁吧 当时老师一来就直接把我腿啪一下压去 然后我就直接疼懵了 就是懵掉整个人 然后我觉得那一刹那真的是有问自己 我在干什么 我在这里干嘛 就是眼前一黑 然后就懵掉了 因为太痛了 就是那一次有过 但是后来会觉得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努力地把它做好 对肖战和谷嘉诚 他们这些非专业选手来说 选择做艺人这条路虽然辛苦 好在一路上安排了各种专业老师 来给大家充电 也有武嘉诚陈泽西这些好兄弟们的帮助 大家确定了共同的目标 剩下的只顾风雨兼程 好的 相产就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顺利 谢谢 其实我们广东人可能从小看到大跟我爸 也从小听Beyond这些有关系 其实这些音乐是从很小就进入我骨子里面 而且粉丝特别喜欢听我唱粤语歌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我有种很复古的感觉 又很喜欢听那种港式复古的歌曲 如果说之前的国内男团组合是依靠野蛮生长一路走来 那X9则是标准的正规军 比如和TFBOYS出道时的青色相比 经过精心包装的X9的出道隆重了很多 有业内人士分析 男团的经济价值比女团高三到四倍 巨大的市场空白正是国产偶像崛起的契机 大事之下2016年成为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的爆发一年 燃烧吧少年夏日甜心 等一批以偶像团养成为主题的综艺 前赴后继争相抢占市场 中国是偶像培养也在不断探索 适合自己理性生长的方法